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表现已经非常不错的了 有了它我在成都玩得很好 接下来呢 趁着天色光线还不错 跟您聊聊车 那这款车呢是基于福特全顺车型打造的一款 B型轻客房车 那它的造型可以看到 首先全顺的造型我认为在轻客里边就属于一个比较耐看的行列 那什么是B型房车呢 B型房车主要是它的轿箱部分 和原车型基本上保持了一致 对 这车是中轴中顶的一款车型 那这样的一个并没有进行一个外扩式的一个常规改装呢 让车辆在灵活性方面有了更好的优势 这灵活性我真的是一直在强调 它在城市里边开着 真的是我在房车中是一个感受很棒的一个体验 那车辆呢是由官方改装的 有白色和黑色两款车型 颜色可以选择 配置方面都一样 只是黑色呢 我认为可能是更显商务更加高档 所以价格方面贵了几千元 为34.55万元 车辆的名称呢 也很有美国饭西部小野牛 内部呢按照惯例 我们依然会在晚一些我起居的时候为您进行介绍 那接下来咱先做点吃的 车内呢就一个微波炉 如果您想吃的稍微丰盛一些 可以像我们一样带一些外拓的设备 因为离城市比较近 我们还调了外卖 这样呢还能享受当地的美食 所以呢这一顿饭 我相信将会是比较丰盛的一顿 那吃完饭了 我收拾收拾就来到车内了 体验一下车内的生活 今天在之前有聊到 我对车辆在驾驶中的这个便利性 灵活性有着非常良好的一个评价 但是呢车辆的灵活性 往往跟车内的空间是一个翘翘板 大家可以从我们的 哎镜头里边看到 其实车内的空间并不是很宽裕 先说车内吧 如果说这个会客区 坐两个人的话 我觉得还是OK的 能够保证基本的使用 但是呢车辆其实 核载人数是六人的 我这块如果坐两个人 就有阶级了 所以说在您定出行人数的时候 其实建议您这车辆 就压在两到三人 最后方呢 我把它当做了一个 储物空间去使用 就是车辆的一个后备箱 然后让我的路由设备什么的 放在这里 也算是有一个多多少少 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 对面的是一个微波炉 明天我打算用它做一顿早餐 那OK呢 接下来呢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车内的睡过去是什么样的 因为车内空间有限 所以对于空间的利空率 怎么布局就提出了 更高的一个要求 那接下来看看 它能组成什么样的睡过去 经过了一番功夫 我终于把前面这个床 算是铺好了 其实在铺的过程中也是很费劲 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空间有限 所以很多位置 并不是很好用力 然后组成完这个床之后呢 我们可以大概 我实测了一下 这个宽度呢 是108厘米 长度呢 是195厘米 单床使用的话 单这一部分 有80厘米 所以这个 这个部分 我觉得还是OK的 后床拼接过程 相比前面这个床 可是方便太多了 然后拼完呢 我大概也量了一下 它的 这叫长度吧 是1米7整 这块可以看到 有一个为了 拓宽长度的一个凹槽 宽度呢 达到了89厘米 所以这张床呢 我认为更多的是 属于一个儿童床的级别 厕所空间嘛 其实坐着感觉还行 但是呢 有一说一 它的空间还达不到 舒适 宽裕这个级别 我预备